这个马后炮又开张了啊 我们这个节目的马后炮的原因之一是什么呢 很多时候我都在等人 就是我们这节目天天播天天请人 但有时候呢碰到了一个新闻一个事情 哎呀我就好想等一个人 可是这个人呢他在世界各地云游啊 这个移动不拘 我等的就是吴军老师 今天终于等来了 那徐老师你知道我是什么时候是想等他的呢 就是为了痛大落水狗呗 大谁啊 落水狗呗 哦 阿尔法狗 阿尔法狗 我们节目现在也挺那个时尚的了 早上次吴军老师在这就给我们谈到了 我印象很深 因为他在Google也工作过 这还是当过腾讯副总裁 这这也最硅谷的这个人才啊 但是人家当然现在我感觉你有点资本家 他有私人 不不不我主要是支持技术 支持技术 就等于他是一个科学家 我觉得应该是 但是呢 他很有人文情怀 整天在朋友圈里发什么落叶啊 夕阳啊 感觉您好像每天都挺腐败的过的 是不是 没有没有没有 我是那个有时候随身带着相机 那个看到什么好东西就照下来 然后有时候就分享出来 这很不容易 就是像杨振宁说的那样 就是说哎 你能从物理学里看出美 就是自然科学家 他能够有这个审美 这好像也是您特别强调的 这我觉得非常重要 因为这个人的我觉得培养是一个全面的 而且前一阵我还写了一篇短文 是一个人问我说这个美国大学的那个委学期那么短 还学什么东西 我就跟他讲这个学习是为了成长 你玩也是为了成长 你到了二十三四岁 你发现你没玩过 这个成长就不完全了 哦 那我发现自打您这个玩起来之后 好像您就把您的自然科学也放弃了 您现在都不搞您的当年的这个专业了 是吗 没有我也搞一些 但是呢 我不自己搞 现在我呢 一般是在支持三所大学 在那 只要他们在搞 你当老板了 也不是当老板了 就是说我对我感兴趣项目会有一些 跟他们一些讨论 有些包括一些投资啊 这些 我问你一个问题啊 这个就是说 你看像下围棋的 一般来说到一定年龄 就知道自己这个老了 或者是算不过来了 就会慢慢的趋向于就退下这个赛台了 这个科学家 比如过去我们得到的概念 那科学是一生的事业 感觉你看爱因斯坦 一辈子就琢磨着宇宙的秘密 没完没了的 那像您就感觉到后来 就是是出于什么原因 就是说不再做你一直自私以求的这个专业了 不是两个原因 一个是这科学发展很快 这个就是说 我们过去做这个东西呢 你可能如果按照原来这个路走 很多人是越走越窄 我们大家对科学家也一个印象是这样 越走越窄 再一个呢 又出现很多新的东西 新的东西你可能感兴趣 那你未必有时间学 或者未必能学的很好 当然有人学了 比如说去年的时候 我跟那个朱蒂文来聊他的这个新的这个想法 他是物理学家 然后当了从政 当了那个能源部部长 然后又回到斯坦福 但回到斯坦福了 他就不再当物理学家 他在医学院 所以他找我的原因是说 他说我在搞医学 能不能给点支持 就是这意思 但是所以 像他这种就是说属于自己个人在科学上不断追求 这我觉得挺难的 这么的一个联系 要从物理学完全转到医学上去 这个 今天科学的发展会让这个老科学家觉得自己很容易被淘汰 或者说知识老化 或者说也会觉得这科学慢慢也是一个年轻人的事业了 有这种感觉 其实在欧美很长时间是这样子 因为你比如像菲尔斯奖 他不给40岁以下的数学家 他就认为说你如果40岁以下没有达到人生的顶点 那你这一辈子就没戏了 就没戏了 这数学这事就是没戏了 你就可能智力不行 或者什么其他不行 就淘汰了 40岁之上 那就等于是终身成就奖的感觉了 在以后就是终身成就奖了 对 所以他40岁以前 你必须要么得到菲尔斯奖 要么你就 他就不给你了 个别的研究 他是偏实验科学的 那个时间很长 因为他要时间验证 比如说最典型有两个 一个是前两年得了诺贝尔奖的 那个希格斯厂 希格斯粒子 对 他提出的时候年纪并不大 但是因为花了几十年 欧洲人和美国人花了几十年来验证这个理论 从60年代到现在 花了将近半个世纪验证 这个时间走了很长 走了将近一代半人或者两代人的时间 这是一个 你像对 香港中文大学原来那个校长 他很晚老年高坤 很晚才得奖 可是他的研究是很年轻的时候 70年代的时候 就是光鲜之苦 我们今天用的光鲜 实际上之所以能够实用 都是靠他的这个理论 不过也亏着他活得久 因为诺贝尔奖只给活着的人 这又说到你们老文学家了 你觉得老作家今天有没有落伍的感觉 这个正好是相反 你要是数学 他们就说40岁不发表论文 以后就难了 文学学术正好相反 40岁就出书 老是不鼓励 你出书太早 他就说你这个水库 爸住的不够高 你太早发表文章 太早成名 未见的是好事 王瑶当年就跟成名员这样说 所以是不同的学科 也不同的积累 前中书还专门拿那个老科学家这个字调侃了一番呢 到底是年纪的老的科学家呢 还是老的科学的家呢 这个说的有意思 非常非常坏 但是你说这个人工智能 这算是新的科学吧 这其实历史蛮长的 最早提出的概念是1956年 而且今年也很巧 就是说提出这概念的最后一个科学家 他们那就五六年那拨人 马文明斯基 那个几个月前刚在 麻省理工去世 对 著名的 这马文明斯基 这是历史上的一个 但是你知道 我们请来了江柱九段 他们围棋界的 我了解到 就是说看到这个阿尔法狗下出来的这个某一手棋啊 对 热泪盈眶 说是甚至说像江柱九就是说 哎呀 这就是当年吴清源老师 期望的那种中和之奇 他就是这个感觉 你跟Google那些人不是挺熟的吗 对 我是跟他们专门聊 对 我也想知道他们的那个感觉是什么 就当然不是他们新闻发布会上 说的假话 是真话 第一个呢 就是说这很有意思一件事 因为计算机本身 他不知道他在下围棋 他是在做一些举专运算 这是实际上计算机 你要是让计算机谈感受 就是说我不知道我是在下围棋 这是计算机 然后呢 Google内部的讲 那就话就长了 就是我们讲了他整个这个来龙去脉 就是说这公司DeepMind 他就要找一件事 证明他的这个 机器学习的能力很强 那么就找了这个围棋 这么一件事 那么他呢有很多很多版本 几十个版本 就是每一次呢 比如说 讲您比如说又做了一个改进 改进出一个新的版本以后 就跟老的版本去下 那就看哪个版本能够赢 能够好 这就是这新的版本 就替代老的版本 那么公司内部呢 他就大概有几十个版本吧 每天呢 假设我们说五十个版本 每天这一个版本 跟四十九个都在下 那么互相这一下 一天就上千盘 就下下来了 这个我就说问这个 当时赢了李世时四比一 他们谷歌内部的人 是什么感受 这个他们呢 事先其实还是有把握的 他们已经算定 肯定 事先他是有把握 他是这么算的 他是说呢 就是说围棋选手好像是这样 就是说如果你差一段 胜率是差 就是70%对30% 就是我们说八段选手 对七段选手 八段的胜率大概是70% 那个三段是那个 不是七段是30%这样 那么呢 他们跟那个测 第一个测试人是返辉二段 对 跟他其实下了很多 下很多呢 他在知道是这样 就是以职业二段的选手 如果跟职业九段选手下 大概职业选手 九段选手的胜率 大概是95%到98吧 大概就是看 九段又有好的九段 和差的九段 比如李适时或者是那个 我们现在那个 那个科捷 科捷这种是好的九段好吧 那可能 对二段的胜率是98% 反正到不了100% 但是阿发购了 对职业二段的胜率是100% 这是他们能确定的 所以他觉得呢 他比九段要厉害 但是你知道这会 给我带来一个 不一定正确的一个见解了 就是过去 我感觉围棋是博大精深的 但是这一赢啊 我就觉得围棋啊 是没人味的东西 你明白吗 就是说 过去我们觉得 他像中医一样 他有很多感觉的 道是智慧的 但是这种胜率让我知道 甭管说的多么悬 它本质上就是一个计算的游戏 只要计算量足够先进 足够大 就胜负很分明 是这样的 那一切神秘的面纱 是不是说 同样这些机器 他今天能下围棋 他明天也能下国际象棋 国际象棋 是那个十几年前 已经完全解决了 那他也可以下 其他的桥牌象棋 这些已经都 这些已经都 围棋几乎是最后一个 中国网友提出来的 就是打麻将给我们试试 那肯定他 他这个打麻将要容易的多 比围棋容易 因为它是一个算概率的事 人是算不过他的 打麻将有一个 我认为有六成 不是 至少有四成 靠运气吧 不是 你打多的话 运气慢慢的 就给 哦 他是这么算 综合掉 那么要是能把这个机器 缩小一点 带进拉斯维加斯赌场的话 那我 我能赢吗 不是 第一个 拉斯维加斯呢 不要说这个 连那眼镜都不让你 不让你戴 因为怕你把计牌 那个 说起这事 讲另外一个故事 就是信息论在相容之后 最有名的一个人 叫做那个 扣福吧 中文翻译成 托马斯扣福 就是编写信息论那本书的 那个人 斯坦福一个教授 他在拉斯维加斯 就被定为不受欢迎的人 为什么呢 因为他算牌 哎呦 算牌了 后来 我就问我那个导师 那个 因为是 是他的朋友 那个 那个 加里利克 这也很有名一个人 那我说 为什么要把他赶走了 他说 倒不在于说 他算牌 他赢了那点小钱 而在于说 他把那一桌子人 输钱的速度都放慢了 听得懂吗 就是说 把一桌子人 比如我们这一桌子 五人打牌 我老算牌 我呢 这个 这个 虽然赢了点小钱 但是你们出牌都慢了 因为我 就是本来大家到那儿 哗哗的 这钱就输光了 对 这纳斯维加斯就有钱 防了赌场挣钱 他就是心算吗 他是心算 那 我的问题就是说 如果用这种机器 赌场是肯定就输了 赌场就输了 赌场输了 因为他首先能 不要说用机器 你要计牌的话 赌场就输了 赌场是不洗牌的 听上去 吴老师也常去玩啊 不 我一般是不太赌了 我看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赌场输了 你知道这个阿尔法狗啊 赢了棋之后啊 在这个知乎上面 他们就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说你都担心 让你有什么担心 结果说三百多个回答里头啊 相当一部分人担心的就是 怕这个 就是说老问题 怕机器人啊 统治我们 超过人 人类 于是又有人拿出那个 当年那个科幻作家 阿西莫夫 你记得吗 最著名的 科幻很多时候就是语言 它的三个定律 就是你可以看看这个定律 这个定律有一定的伦理性 你看当时 他在科幻小说里说 就给机器人要设定 什么程序命令呢 一是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 或无所作为 而导致人类受伤害 二呢 是机器人必须听从命令 除非这些命令违背第一条 三呢 是机器人必须保护自身 但这些保护 不能跟第一条和第二条准则相违背 你看这个就是人设的逻辑 这个是实际上是第一条 就是说机器人一定听人的 这个没问题 现在就是谁设计的机器人听谁的 但是呢 第二条已经不成立了 就是说机器人不能伤害人 因为呢 你战场上现在用的将来的一些机器人 他就是去伤害人的 对 所以第二条已经不成立 因为他自己 恰恰是因为他自己无意识 所以他无法判断 但是他听他设计者的命令 听他伤害其他人 对 对不对 所以呢 这我一直一个观点 就是说机器本身不会伤害人 但是设计者能够利用机器去伤害人 这是第一个 同样机器人也不会控制人类 但是人类会被那些制造机器的人去控制 就也不叫控制 这是这比较可怕的说法 但是某种程度上是被控制 我是看这个凯文凯利的书啊 我会产生一种这个这个文科生的狂想啊 就是说如果足够多的电脑连接在一起 就所谓的集群效应足够多 你比如互联网就是 他会不会从无产生从某种意志 他自己这么多的运算 你像那种并行式的 并行式的这种运算 就像人的大脑多层神经网络之间 你觉得是你设计的 可是你这一启动 对 有一个例子 他们讲的也是文科生的例子啊 就是这个狂想 就是说假如人类是上帝造的 对 那么上帝没有想到 这个人类造的 人类到了某一天会有一个人类站出来说 上帝已死 对 泥彩 泥彩嘛 就是造物主已死 我自己决定创造自己的命运 所以有些文科生他会觉得这个魔咒 对 你有这个担心吗 现在暂时可能还没有 因为这个人的意识怎么来的 这很大程度的人说这是物理学最根本的一侧不准原理 它本身是一个非精确的一个一个结果产生了这个意识 那么计算机的东西恰恰是一个强调精确的这么一个结果 就是回到刚才您讲的围棋这个问题 就是说围棋那种过去的美感可能是否消失了 其实我觉得从日本围棋 不是韩国围棋取代了日本围棋以后 这个东西已经就味道已经有点变了 就是从李长浩开始 这个下围棋和当年吴欣元或者腾泽秀行 这已经完全是两个概念的事了 就是更重胜负 就更重胜负 就是最后我就赢你半个死就完事 那个和当时说这个囚盗派说我这盘七打发输了 我这一手一定要下的漂亮 这已经是不是一 对我记得武功正数嘛 对吧要下的美啊 徐老师对这事怎么看 当然了我们大家都担心人工智能有一天不受人控制 但是我们积极的看吧 我相信他如果能下围棋啊 现实他已经可以起很多作用 我相信美国的这个军事部门 他他可以用这个东西来设计来计划 因为你听他们说这个人工智能啊 他就是事先给他很多很多的案例 就是人家下了几万盘 所有人几十万盘 什么小林光一啊 什么聂慧平啊 吴清源全部都教他让他在脑子里受训练 那一样的道理啊 那你今天如果你为一个舰队 你为一个导弹部队配备这样的一个智能的话 他把所有的海战的所有的战力 所有的可能性考虑 那个航流天气 对方的军舰 对方的司令官的家庭背景 他可以设计很多战斗的方案 这是可以用 我相信他们肯定已经用了 这个是从50年代的时候 就是叫Sage吧 那个最早的计算 就是IBM和麻省理工学院建造了最早的一个大型计算器 这是从体积来讲 今天还是世界上最大的 Sage它很大的目的 就是说把这个作战的指挥全部信息化 从那时候其实已经开始50年代的时候 好那我再提一个 就是说您刚才讲到这个不能进赌场 对吧 但是这玩意儿阿尔法狗这个东西啊 能不能炒股票 A股市场金融市场 这也是本质上也是一种策略价值计算呢 这现在其实百分之 就是在国际市场上 百分之八十的股票交易是机器完成的 不是人 对 就决定买出买入 这是完全算法实现的呀 不是人 这是我大公司 我就可以找一个小的人工 已经是这样子 来介入股票 那股民怎么玩呢 不是 你看阿尔法狗玩呢 我就跟你说这个知乎网站 很多人真的就 因为阿尔法狗这件事啊 他们最大的担心是会不会将来失业 因为已经很多工作 很多人会失业 很多人会失业 这没问题 这没问题 那人类像何就去呢 那就要花很长的时间来消化这个 我文涛提的这都是负面 都是害怕的 我们提点积极的好不好 我在想他能不能帮助政府决策 能啊 比方说我们我们现在很多很很集体的问题 比方说交通管理 摩托车 电动车 怎么办 各个城市 育苗 这个育苗的这个渠道 这些国际民生当中的具体问题 不牵涉价值观的问题 它可以积累大量的数据 它可以为官员提供很多很多县程的方案 七八个方案让你们来选择 这为什么不引进不用呢 这个是可以的啊 因为在德克萨斯大学有一个教授 他已经在美国在三个城市做了这个实验 就是说你把手机上装上那个某一个APP 他就是你离家 就是到你们家和到你目的地的 最近的那个半英里啊 就是差不多0.8公里 他是不跟踪的 因为他怕一些隐私 就是说不知道你们家在哪 从那开始 但是你可以告诉他 我大概就是说每天从哪到哪出行 你可以告诉他 但你可以也可以屏蔽掉这一段 那你装上这一个呢 他在整个城市的情况 他有一个了解 那他基本上 然后他跟你的那个 比如说日历 就是你每天 就是咱们说今天下午要两点钟做节目 就是这些活动安排都给联系在一起 那他基本上可以告诉你 就是这样 就是比如说你平时准备说 早上10点钟从家里出发 他说不用 你10点半 只要晚出来半小时 不走这条路 走另一条路 你可以今天路上省40分钟 所以他每一个人 他他可以精细化到 就是说每一个人 可以给你有一个建议 说我们这样 同时让他把城市的道路呢 就是说你别说 八九点钟时道路 那个超复合的这个运行 然后呢 10到12点钟 道路又不饱和 他就说基本上 他根据你们每一个人的 每天的这个活动安排 他给你重新规划一下 这个其实我们现在都在做 Google地图啊 Google map啊 都在告诉我们走 从AD到BD 这是个人行为 这是个人帮助 我刚才讲的是 国家公共政策的决策 这是一个城市嘛 你的关系 什么时候国家领导人被取代 不是 我觉得现在那么多的领导 很多人 做的很多糊涂的事情 可以用AlphaGo来代替嘛 AlphaGo可以把那些 全部都给取代 搞什么搞嘛 有些时候 还用不着 AlphaGo 这个 我们明明知道正确了 该怎么做 只是我们不去做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这吴老师啊 要说积极的方面 他本来是说 要谈谈什么呢 就说这个人工智能啊 现在看病 对 听说进展神速 现在大概 从几个方面来看这个事吧 就是说第一个呢 就是如果你让他阅读病例 和这个化验报告来争断 他大概能够现在达到一个 中等医生的水平 就是这样 物诊率呢 也跟中等医生差不多 对 在当里 在没有 那个在非洲 印度那些缺医少药地方 还是有用的 就是说完全靠理解病例 和这个化验结果 对 至少比咱当年赤脚 赤脚医生强 对 如果你让他 那个就是说 给他一个医学影像 让他争断说 比如说这可能 是不是癌细胞 这有没有问题 良性的恶性的 这种东西 或者呢 在有些 比如说癌症 那个要活减 穿刺的时候 说从哪进去 多深 等等 取样本 这个准确力 比现在大概最好的 专家都不差 就是比任何 这种方式 因为专家也都是在 照那些 那个 也是在学 也是在学 对 看全世界的最新的 所以这个已经 其实是比任何的专家 都在好 现在这个已经实用了吗 就真的有人 让人工智能给他看病 不是看 开药还不能 就是说 诊断说这到底 他有没有某一种病 或者是什么 是什么病 因为我那天是看见 一杂志上说 就说动手术 动手术是另外一个 他已经就是 就是有了 有一个 全世界已经装了 这跟这虚拟现实 又有关系 是不是 这是一叫达芬奇 达芬奇 我还试过那机器 我试过 在那个 因为约翰霍普金斯 那个 那个里头有一台 他的那个发明人之一 主要的是那里一个教授 所以他带我去试了一次 是一个远程控制的 就是说 他做那种 微串很小的手术 因为 他的这个 电机的这个 布进的这个 精确度 会比我们人 那个手要准得多 是 所以他可以很准确的 把一个东西 比如切除掉 是机械手 在操纵这个 对 就是几根针 你看上去 像是几根针进去 他前面可以换 是针 刀啊 这可以换的 进去 比如说 他常常做的一个 是子宫肌瘤的切除 他进去以后 把这一圈 就切下来 取出来 就比最好的医生 都还精确 不是 他是这样子 他后面还是有一个医生 今天 今天医生看 看他觉得做的不合适 的时候 他可以制动它 然后医生呢 他这做的 有一点像虚理现实吧 就是说 他在这也放一个 类似的这样一个质感 类似的一个 一个东西 所以呢 比如说 他当时 给我演示的时候 就是放了一个 类似于人脑 在这 那么我在这 拿个刀子 感觉切一下子 时候呢 就感觉是 跟切那一个 真的人脑的 那感觉 是像的 哎呦 所以说 你看 这就是什么是现实 徐老师 我给你看一段 现在这家公司啊 听说本来都没几个人 叫 叫Magic 什么 什么 Magic 得到多少百亿美元的这个投资啊 对 他做的这种现实啊 不是那个戴眼罩的 是裸眼 看到 你可以看一下 他的这个图 我们也能看到 你看 嗯 这只是一个虚幻的图像 虚幻的叫 没有增强现实 增强现实 对 但是 但是他真实的出现在你的旁边呢 你看这个屏幕 随时出现 等于你在生活里 就是我们这个星球大战的电影里看的 一查出来 这以后你就不用什么小屏大屏了 哗空气中一拉就一个屏幕就出现 是这样的 是这样的 听说这个这个技术啊 就是为什么不戴眼镜 就是这真的跟看下大鲸鱼 说这个核心技术 他们现在保密 不是 这个是这样 过去全息其实已经做到了 这是很小嘛 哎 那比如说在咱这怎么能出来 他得有个 总得有个放映的东西 他实际上有很多放映的 在背后 啊 合成出来的 合成出来的 这家伙 实际上比你到现场看还复杂 对 他们现在讲 现在第一个是感官模拟 第二个叫神经介入 第三个叫意识上传 你是上传 第四个就提高维次 成仙了就 是不是这个感觉 他维度其实我们说光是三维的 其实还是还是不太够的 因为他有各种自由度在里头 实际上维度需要处理的维度很多 哎呦 这个 差不多人 这个六维差不多 能够有一个很强的真实感 那这个你觉得多少年能实现 啊 by bwd6